陶晉英睽違九年再次參加金曲獎 這次要跟小S一起頒獎 他也透露會有令人期待的爆點 跟小S 小S就那麼瘋癲啊 我們剛剛在Re稿的時候 就是明明稿子寫好了 可是他會中間又加了很多東西 我說等一下要講到這裡嗎 這樣會越來越長喔 所以我會主要是 擔任剪刀的工作 就是如果太超過或太久 我就盡量說好了 我們來進頒獎 我看過他的衣服了 他就是好像就是真的 家裡剪刀太多了 動很多 然後我怕他會冷 所以我就穿多一點 待會兒幫他披上 沒有辦法跟他比 他實在太美了 我就跟大家講說 我從來沒有要爭奪紅毯第一美 可是每次都不小心 就一直被那些那個 服裝評論是說 今年就是小S最時尚 因為今年真的 我沒有想要就是騷手弄姿 我想要走就是隱隱約約的 時代尖端的服飾 為了完美全 全市這套服裝 就必須要搭配這麼高的高跟鞋 可是真的很怕 剛剛在紅毯的時候 pokai 然後被大家拍到的 全部都是pokai的照片 今天就不好了 姐夫因為他昨天已經表演過了 我想就是他的風頭 就差不多留在昨天就好了 今天風頭就留給我就好了 河鳥 弗沙 人